越南爆出了新增一例 臺灣輸出的武漢肺炎病例 消息一出人心惶惶 指揮中心宣布了 已經透過移民署鎖定一個人 正在調查當中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的 可能是偽陽性 或者是在當地的集中檢疫期間 被感染的 但也不排除臺灣可能有無症狀感染者 不過看到杜桃的群聚也有新的進展 目前已經有六個人解隔離 而在大年初三 今天剛好是情人節 陳時中指揮官也透露 會請太太一下當禮物 新年恭喜 新年恭喜 停開三天記者會後 大年初三指揮官陳時中 向大家拜年之餘 更趁情人節這天 貼心送上巧克力給現場媒體 還帶來天大好消息 臺灣14號又零血診 連續兩天 不管是境外跟本土案例都沒有 相隔109天 在線連兩天零確診 就連不逃群聚也有新進展 確診的21人中 6人已經解隔離 5人無症狀 6人輕症 1人肺炎 2人插拐 1人死亡 血清抗體採檢結果也出爐 1758人都是陰性 所以在上一波還有一個需要帶採 帶二採的我們預計2月15號採 那第二波的這個1758這差一個人 這個在2月16號採檢 國內疫情看似趨緩 不過越南卻出現疑似臺灣輸出病例 臺籍39歲女性1月28號飛往越南 2月11號二採羊 雖然指揮中心第一時間和越南聯繫 不過當地也在放農曆年還沒回應 我們利用移民署的系統 還有去請代表處這邊去幫我們查 目前是有所定義的位了 不過算一算 過去臺灣曾有3人到越南被驗出陽性 其中兩人被研判是在集中檢疫期間遭感染 而另一人在臺接觸者通通陰性 不過為何每隔不久就會爆出輸出病例呢 陳時中透露有三種可能 有可能是尾陽性 在集中檢疫的時候有人是確診的 那當然其他的人就陸陸續續的就感染了 那當然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另外也不排除說臺灣是被有無症狀的感染者 然而陳時中也打包票 疑似臺灣輸出病例都會視為本土病例般嚴陣以待 做好疫調 圍堵和隔離 避免新火燎原的可能 記者何坤仁 劉生 台北報導